请收看秽律法师佛学讲座 秽律体名圆满广大无边 只为五阴就是我们这个色身 忌云之所附 如瓶内的灯光没有办法照灰 就是照耀放光 瓶内的灯光虽然照出来 可是外面被遮住了 譬如世间的一路 八方俱取样 八方就是东西南北 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八方整个起来 天下就阴暗了 日起烂也 这个太阳哪里会因为 这个云雾的遮感而烂掉呢 烂就烂坏了 那么为什么无光 光本来就不用坏啊 光还是存在的呢 只为怎么样 云雾所附 只为云雾所附 一切众生清静之心 亦复如是啊 只为攀岩妄念烦恼逐见 这个要划下来 你为什么会烦恼不见本性 就是这六个字 攀岩妄念烦恼 逐见八个字 就是这八个字 就是我们生死的关卡 如果我们不攀岩 不打妄念 不怀闹 没有存任何的见 那就得了 就OK了 是不是啊 黑云所附啊 但能凝然守心 宁然就是专注的守住 我们的啊 这个本性呢 望面就不生 涅槃法自然就显现 这个不生不灭的法 自然就显现出来 固执自心呢 就本来清静啊 这对 这对 我们来往哪里 这个 我们来看看